槟城许兰儿和首都三名青年少女和少妇 从去年的1月开始分别失踪或离家出走 至今毫无音讯 让家属是担忧不已 在无计可施之下 只能够求助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 那都市里张天赐 希望借助大众的力量 找回失踪的亲人一家团聚 来自槟城的市主赖翠瑶女士表示 22岁的儿子朱志康 今年7月到新加坡工作 并曾向他表示 9月17号会到中国一趟 没想到之后就完全需需联系 儿子有人陈先生向他声称 儿子已经被捕过 新加坡 中国和香港警方逮捕 说此反复不定 市主为找孩子 跑遍了马兴中港的领事馆 移民职和外交部查识 但都没有发现儿子被捕的相关记录 整体案件疑点重重 在香港我有去问 因为我有亲戚在中华 广州 我叫他们去问 可是还是没有资料 中国 中国就不知道 因为中国太大了 新加坡我也去联络了 也是一样没有 第二宗案件的失踪者 是一名17岁少女肖凯玲 市主黄宝峰表示 女儿在去年8月31号早上 和一名29岁男性友人阿浩外出后就失踪了 这名交心的母亲之后曾质问男性友人 却得到两人在甲冬用餐时 女儿被一名印度男子带走了的答案 事发后即便市主已经报警 也曾四处奔波寻找女儿的下落 但至今都丝毫没有任何消息 而在首都交赖 一名34岁少妇梁文凤 去年1月突然离家出走 留下丈夫和两名8岁及10岁的孩子 而他在临走前仅曾通知父亲 会在水州浦种一带找工作 两年来家人一直盼着失踪者和家里联系 但事与愿违 两名嗷嗷逮捕的孩子 至今都等不到妈妈回家 三位心力交瘁的母亲 都迫切希望孩子们可以尽快联络家人并回家 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 拿都斯理张天赐也呼吁知情民众 拨打荧幕上的电话号码 提供线索协助三名市主一家团圆 八度空间谭凯倩吉隆坡报道